嗯 74岁的葛奶奶 最近走到哪儿 都要抱着心爱的维尼熊 不准别人碰 不让陌生人换 然后你跟他换的话 你还要跟他沟通 半哄半变 他两年前罹患失智症 记忆力变差 很多事他转个身就忘 东西拿了就往房间塞 我们买水果给他 或是一些点心 他都会往房间里面放 而且放到忘记拿出来吃 会有那种很习惯 把东西堆积在家里 这个在医学上叫做除物症 过去的记忆告诉他 他应该要珍惜这些物品 然后他就会习惯地把它堆积 然后堆积之后他又忘记了 因为短期记忆和判断力都变差了 出现了这样的除物现象 可能要怀疑是失智症前兆 或者变得不爱出门 不喜欢社交活动闷闷不乐的 脾气上就觉得比较有点 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水河 就是会突发性的 不高兴 要转移他的注意 但是你也不要马上就把他的东西 因为他会觉得说你丢掉他 就丢掉他跟过去的连结 或是说你再遗弃他 头部你的毛巾是 如果出现除物症 个性转变 不爱社交 有优异倾向 就要让专业医生评估 是不是罹患失智症 失智初期的话 它是记忆力虽然慢慢减退 但是所以我们就要把环境弄得比较简单 让他能够去掌握 这是他自己的环境 是熟悉的环境 他才会比较有安全感 墙上的照片 窗台上的玩偶 都是患者自己喜欢的收藏 即使在安养中心 还是有在家里的亲切感 早期的失智症患者 透过药物和专业照顾 多接触人群 参加团体活动 可以延缓退化的速度 保有良好的生活品质 感谢观看